投資相當有成的吳淡如不僅還持續寫作 目前更在經營Podcast 引人注意的是 建月他在Podcast上 罕見動怒提到 先前公司找了一個要做行銷的小便 不料該為員工卻發信給所有的廠商 宣告自己的分潤原則 更表示要受固定陳述的利潤 最後請有意願的廠商 和吳淡如的粉絲團聯絡 對此吳淡如相當生氣表示 當時自己真的氣到都要告對方了 到底怎麼可以這樣談生意 自己寧願賺很少 但絕對不會去貪求過多的利潤 後來還真的有廠商回應 表示可以給他高達5成的利潤 對此吳淡如相當有原則的拒絕對方 並表示這種利潤越高的 其實用起來都會有許多問題 最後也直呼這樣的商人終究是會失敗的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感谢观看